停更近5个月后复出 李自欺透露将有高难度新内容 自7月14日更新一物 一生系列之言的原创短视频后 李自欺已经停更近5个月 起因是李自欺和签约公司微念存在纠纷 8月底李自欺在其社交账号说 资本真的是好手段 此后李自欺两度起诉微念 李自欺接受央视采访时表示 李自欺这三个字 我是挺想保护她的 甚至我是不想让她以后有太高的所谓的商业价值 11月27日 2021年周青年领袖论坛 在广州南沙开幕 李自欺现身会场 在优质内容和热点传播平行对话中 她讲述了自己6年短视频创作之路背后故事 也谈及了自己目前的壮探态和未来规划 此前李自欺曾做过很多关于中国文化遗产的视频 包括购皮纸 活字印刷 文房四宝 鼠秀 黄豆酱油 蓝染 卷花等等 这位年轻女孩以田园木戈式的生活视频 征服了海内外网友 激发了许多人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兴趣和热爱 也激发了大家对中国田园生活的向往 她还被四川成都市文旅局 选为首位成都非议推广大使 成为草根励志成长的典范